五成 店外人潮滿滿 宜蘭一家米粿老店 一早就大排長龍 等著品嘗記憶中的古早味 今天要吃的 這樣吧 每年都會來拍 很好吃 口感如何 綿密 綿密的口感讓客人一到店外 就等不及咬上一口 每種粿都將近快一斤重 裡面的內餡也給得相當大方 是不少宜蘭外地遊子返鄉必吃 外帶要壓 外帶要壓 拿起櫃往模具一壓 就可以拿來祭祖用 23號正封重陽節 民眾會用傳統的櫃來祭拜祖先 而且店家生意也跟著上漲 除了比假日來講 他會跑得差不多 隨著世代變遷 重陽節祭祖不只可以拜傳統的櫃 連蛋糕也可以當供品 以前人家都拜櫃 這樣吧 現在要不要吃 要拿它做早餐 有民眾認為櫃是傳統拜法 改拜蛋糕 小朋友比較愛吃 就能避免食物浪費 不過一旦這家櫃店 傳承三代 守活一甲子 依舊人氣滿滿 也成了當地人 記憶中的好滋味 三地新聞 各位黃聖傑